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指认美国和英国在波斯湾海湾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不安全 坦格西里说伊朗与波斯湾地区其他国家组建联盟能够为这一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而美国和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意味着不安全 坦格西里说伊朗希望维护波斯湾和平和稳定 但如果一艘使用核燃料的船只在这一水域遭到袭击 这一地区南部的国家将因为辐射污染而没有饮用水 伊朗外长扎里夫18号访问科威特期间重申要求外部势力离开波斯湾地区的立场 他敦促地区国家展开合作 确保波斯湾地区的海上运输安全 扎里夫此前曾警告 因美国及其盟友投入大量武器装备 波斯湾地区已变成火药桶 随时可能被引爆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随后恢复和增加对伊朗制裁 同时向海湾增派军事力量 这一水域近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 美方指认是伊朗所为 伊朗坚决否认 称是美国布局陷害 美国以保护航行自由为由 正试图游说盟友加入所谓的 维护海湾航行安全的护航联盟 但响应者寥寥 英国和伊朗关系自7月以来 因扣押游轮事件趋于紧张 英方向海湾派遣军舰 护送英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暗号